而沒有任何副作用 還未支援幾百年內 但我講這些一年已經有幾千宗 但那些用了幾百年的他不批准 有很多人害怕 1994年的時候 在未發現任何胎處情況下 他是禁止了甜菊糖的 而實際上香港在2002年3月19日的時候 香港也反映了這件事 所以香港都是禁用甜菊糖的 不明白? 始終他們是政治 他們不是醫生 沒辦法 我說沒有任何副作用發現的原因 到現在都沒有任何副作用發現 都在研究他 只是發現好處而已 因為他已經被南美用了幾百年 就是這個甜菊糖 而事實上在研究當中 不僅沒有發現副作用 沒有發現毒性 他是用了幾百年 並且日本的研究發現 他能夠控制口腔的細菊生長 就是喝了他之後 其實基本上是殺菌的 所以變成用他的人 是不會有蛀牙的 而糖尿病的人士 心臟病血壓高 和Heartburn或者尿酸的人士 都可以控制他們的病情 這就是日本的研究 所以日本也正在用 日本和很多其他國家正在用 不過就是Buy FDA 這個醜陋的組織國家 全部都照順 所以你看到挺恐怖的 他就再要壟亂了 就說有毒的 你付錢就可以外出 但你要我踩下沒有毒的 我隨時可以剪刀 因為事實上甜菊糖是天然提煉的 所以他沒有專利 事實上這樣也不算沒有人性 最沒有人性的 他做了一樣的反應 就是當時因為甜菊糖 他勁勁勁勁 他不單止 因為剛才我講過阿里索蘭州的實驗 發覺26度的時候 他釋出甲醇1000倍 所以其實當時甜菊糖是可以用在冷的飲品 並且在熱的茶裡 熱的茶裡 而其實阿斯巴田一出的時候 已經下了一個限制 不能放在熱的飲品裡 但他廢棄了甜菊糖之後 因為甜菊糖是放在熱的茶 所以他說OK 我剪掉甜菊糖 不能放在熱的茶 在熱的水裡 但是所有阿斯巴田的限制都被剪掉 以後阿斯巴田都可以放在熱的咖啡 熱的飲品和燒烤品裡 他推出的時候是不可以的 因為一高溫的話 他真的超級生化武器 但現在可以了 OK 為了我們代替了甜菊糖 你想想多沒人性 他的改變 他可以做到這樣的 所以現在基本上 你發覺一些熱的甜品 或者是熱的飲品 或者是餐廳所給你的代糖 那就是 為甚麼可以放在熱的飲品裡 就是因為當時他用這個 去剪掉甜菊糖 所以記住 10毫升的甲醇就會失明 100毫升的甲醇就會死亡 所以喝這些 基本上就算喝死人 也會有冤亡的數 因為已經證明是OK的 沒有任何投訴會被接受 所以只不過就是 我們有智慧的話 我們就知道 完全要避開這種代糖 因為這個已經是公開的毒藥 這個也是被 他的別名叫做 你可以在超級市場買到的生化武器 這隻叫做阿斯巴甜劑 就是他的別名 在自然療法醫生當中 除了這隻代糖 其實世界上現時被批准的代糖 是不好的 是好的 禁止了那些才是好的 所以沒辦法 我現在給你看看 其他代糖都是不好的 我們看看圖8 圖8 其他有些代糖已經轉了 減肥汽水已經轉了 用其他代糖 但是問題是 他們只是給了FDA 就通過了 因為有些代糖 我不花時間說 有些代糖 根本就是做了幾年實驗 完全沒有做過長期實驗 而並且做的實驗 都是動物來的 只是做過 幾年裡面 有些動物只做了幾個月實驗 所以根本不知道 你長期用的時候 會不會拍下一代 會不會有癌症 不會像甜菊糖 用了幾百年 所以其他代糖 基本上就是 食物管理局去批准的一些代糖 所以都不提議大家用的 所以這個就是為何我提到 就是為何我們要學習吃六節白餐 因為你不用代糖 你最多只能夠用白糖 但白糖一定要在我講的情況下 才對我們的身體 不會產生非常嚴重的破壞 甚至是對我們的身體是好的 所以總括來說 我們看看圖9 總括來說 好 上次的訊息和今次的訊息 其實就是有一個心臆 如果你不記得的話 你記得這個智慧 是使得我們在這個時代 會長壽的一個智慧 第一 避免吃反式脂肪 所有的transfect都要戒掉 OK 第二 避免吃代糖 因為今次已經花了時間 跟大家講 如果你有興趣 可以查 其實這方面的資料更多 第三 就是會吃六至八餐 或者食用一些較昂貴的代用品 去代替三百 這個是這兩篇訊息當中 所給的你一個智慧 那你就很輕易可以健康 能夠很積極 身體能夠可以很應付到你的生活 甚至享受到神所給你的人生 好 而最後一點值得一說 就是我們講關於上次 今次會講的 就是關於長壽竹 記住 如果那樣能夠成為長壽竹 一定要是那晚最後的一餐 OK 如果是最早的一餐 最早的一餐沒有用的 因為最早的一餐更豐富 最後一餐是吃 那麽大問題是 有一個 當我打算預備去分享長壽竹的時候 其實我遇到一個問題 遇到一個問題是什麽呢 就好像我之前分享浸腳也好 分享喝水也好 其實是很多首尾的 我叫你喝兩至三公升水 然後告訴你 心臟病就小心 神衰竭也小心 糖尿病也小心 浸腳的時候又說 你年紀大也小心 說一件事 如果我講長壽竹 講十樣八樣的話 明白嗎 因為你有不同的病 不同的情況下 有些東西是不能吃的 譬如血壓高 胃病 孕婦 也有避忌 而並且長壽竹 有些竹是按著四季去吃的 OK 也按著體質去吃的 而吃每樣竹 也是每樣的食品 都有它的禁忌 吃那樣東西 不能夠跟另一樣東西一起吃的 OK 所以如果我說的竹 越多的話 當然你就會更加好 營養豐富 味道好 多枝多菜 但我要過的東西 就多到我只是每樣竹 都要講一個禮拜 明白嗎 十谷竹 你要留意這些 等等 但是不說得多 你們就真的很慘 吃到嘴嘴回來 所以我想到一個方法 因為當我看的資料當中 有人給我了一本書 我當我看的資料 就發覺 行了 有辦法 我介紹你買一本書 這本書 就是這本 我們看看圖十 這本書 這本書 其實 你會看到上面有些黃色的籤 旁邊也有 全部是竹 全部是講不給我竹 為什麼這本書 因為我看過很寫 關於長壽竹的資料 但它也是很片面 它只是約一提一下 就沒有詳細去講 但這個資料就好到 一般人 因為有很多款竹 吃到反轉就可以了 原價是200元 我們書室有辦法 應該說可以拿到80元左右 所以你可以跟書室去買 因為都很划算 如果是黑色的 那就是彩色的 裡面 它有個好處 就是你在第一頁當中 它有個解釋給你聽 怎樣用這本書 但你回去 你發覺你要用這本書的時候 你要留意它分的段落 你才會用完它的好處 因為它會說到 譬如像常見的食物材料 說不同的材料 怎樣去煮粥 而它最重要的是 當說到這裏的時候 它說到那些食物是怎樣買得好 用它的時候哪個季節好 這個竹對於什麼病好 有什麼病的人不適宜用這隻竹 OK 所以你可以不斷轉 然後它後面有說到不同的食物 例如像對感冒、喉嚨腫痛、肢氣管、酵喘、胃痛、輻鼻 它都有說不同的食物 怎樣去幫助你 即是煮什麼竹 可以幫助你 它的寫法 就是以最簡單的方式列表的 那列法就在這裡 我們看看圖十一 有請